各位喜愛STEM或STEM的朋友你們好 又是我卡洛斯 這一刻以來卡洛斯都鼓勵大家去做發明或創作 因為我自己不斷地去想一些新構思 去設計和做一些能夠解決到我們生活難題的作品出來 亦因為這樣 所以我經常在影片中說 這樣做法和砌模型有什麼分別 我這樣說並非表示我很歧視砌模型 只是我覺得發明和製作和砌模型有基本上的分別 自己設計和製作自然有樂趣 因為是一個創意的延展 但我自己絕對不排除 偶爾買模型或套件回來砌模型 一樣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在我們學生之中很多人都喜歡砌高達模型 甚至砌電動高卡車 砌電結他 低音結他等等 因為這些買回來的套件或半成品 都是有專人設計出來 它裏面也包括很多學問 而要我們親手去設計出來 我們未必做得到 這樣買回來 經過整個製作程序 只要你一樣留心每個細節 學習到當中的原理 其實都是一個很鍛鍊你成為Maker的 一個Stamp或Steam雜作 卡路斯一直都很想研究一些 才能模仿人或動物動作的自動化機械組件 好像我以前都曾經做過這個機械之珠 但到最後都不是很成功 就是因為我企圖自己去設計打印件 以至於自己設計程序等等 為了使用自己 真是能夠循序漸進地學習機械人計製作 我就打算先由四組機械開始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一個套件回來 跟大家分享究竟是什麼 好 我們事不宜遲 一起砌它出來 我剛剛收到這盒 就是名為小釘錘的四組機械人套件 我在一些網站上 收賣了很久 售賣的網站有中文版 也有英文版 但是應該都是國內的產品 我這套套件就是完整套件 包含所有陀機 3D打印件 就連擴展版和MCU都有 即是砌起來就應該可以動 而它在使用那塊MCU 正正是我平時最喜歡用的那塊NOTE MCU 才可以經過WiFi來控制 插好擴展版 只要插上電池 就立即可以開得著了 至於這麼大包的3D打印件 你當然可以自己打印 但是我這個套件已經包含了 省了很多功夫 至於如何將這些3D打印件 組成機械人的身體 那就真的要參考說明書 只要scan合面的QR Code 就會去到這個網站 就有所有線路連接 網路連接 以至組裝的說明 由於這隻是4個機械人 所以我們應該先學好 如何安裝一條腿 講到砌模型 功勇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卡洛斯一定要有一塊這樣的桌子 我才可以開工 首先我會把套件給我的螺絲 放在這一格裡面 這樣就不會到處滾不見了 接著我就在那堆打印件裡面 找了一個主結構件出來 將NOTE MCU和擴展板放上去 應該就剛剛好 4個螺絲洞應該對準 在螺絲堆中找出四口最長的螺絲 用十字螺絲扭進去 還不扭得辛苦的 用電批都沒有問題 然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原來電池不是吊吊吊在這裏 它設計到剛剛放在 NOTE MCU和擴展板之間 所以應該是放好了電池 然後才將NOTE MCU 插上擴展板上 好了 剛才我們說到先組一條腿 那怎樣組裝呢 首先你要找到這隻爪的3D彈件 然後開一個駝機出來陷進去 之後你會找到8塊這些相同的小部件 作用是貼在陀機的底部 將陀機的軸向下延伸 我們跟著說明書 再繼續往打印件裡面尋寶 就會見到這個十字形態的打印件 和8塊安裝陀機擺臂的打印件 說明書就說用這隻最小最幼的螺絲 來將它們裝配在一起 但這些打印件 跟砌高達的時候的注索件一樣 先打磨後安裝就是常識吧 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安裝得貼貼伏伏 一般安裝打印件都是用自攻螺絲的 而它這裡用長又幼的機壓螺絲 應該有它特別的理由 陀機擺在鼻子 就隨便找一個角度安裝下去 試一下真的不對才會再修改 我現在這隻陀機是負責控制上臂 所以就要把它裝在主結構件上 至於第二隻陀機 就負責控制下臂 同樣要用陀機附送的螺絲安裝好它 好了 負責上臂的陀機 就應該插線到這個位置 插的時候注意極性 然後就把我們之前準備好的十字件 連接這個陀機擺臂的件 再和這個陀機接合起來 留意一下除了安裝陀機擺臂的件外 還有一個小部件 這個小部件中間有一個大洞 它的作用就是配合陀機下方的延伸軸 安裝的方法都是用這些小又長的螺絲 安裝完上臂之後就到下臂了 安裝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先安裝這個擺臂 放進去十字部件裏面 下面補回這一塊小部件 再用螺絲傷死 大家可能會發覺 夾著陀機的支架有少少八字形 我認為它是刻意地設計的 因為後來我發現 可以靠扭螺絲來調整陀機轉動的鬆緊 至於負責上臂的陀機接線 就插在剛才那條接線的旁邊 好了 當你完整裝好第一隻腳之後 其他剩下的三隻腳 就應該用流水作業式的方法 去裝嵌比較快 每一個安裝的步驟 一次過完成三隻腳 這樣會比較一隻一隻腳完成 更加四半功倍 剛才我講過 那些又長又細的螺絲 其實可以用來調校每一個陀機轉動的鬆緊 所以我們不妨試一下 八個教究竟哪個太緊 就要把螺絲鬆一點 每一次卡路斯跟學生 完成這些摺陀機的雜作之後 都會教他們一定要追電線紮好的 因為這樣就會令電線沒有那麼亂 不會那麼容易扯斷之外 也都方便將來的維修工作 尤其是這隻四足機械 它有八隻陀機 電線那麼多 但是身體那麼小 我們一定要用索帶 將所有的線整齊地紮好 然後塞進身體裡面 才可以蓋到蓋子 在試機之前 當然要將它充滿電 充滿電 我們就開機 看看它的歸位動作正不正確 現在它的歸位動作是站在這裡 根據說明書所說 應該是整隻平坦在這裡才對 於是 我又再將所有下臂的位置拆掉 再重新調整四個陀機 擺臂的角度 最後呢 我真的可以做到歸位的時候 整隻坦在這裡 然後呢 就要將手機和機械連接 我們拿出手機 在Wi-Fi設定裡找到 Robot 997F 然後呢 就把它連接 連接了之後呢 隨便開個瀏覽器 就打入192.168.4.1 就會連接到 控制機械人的主畫面 要留心呢 就是這個連接上不到網的 手機呢 一定會問你 轉不轉網絡的 千萬不要轉 因為這樣才可以 保持手機和機械人連接 用上面的按鈕呢 來控制到機械人的 畫面呢 就總共有15個動作 但是其實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下載一個原程式來看一下 然後修改一下它 可以做二度開發 有用開Arduino的朋友呢 應該看得明白的 變數的設定方面呢 主要都是 每一隻GPIO 去哪個陀機 至於15個動作裡面 每一組動作呢 其實就是一個指程式 裡面包含每一個陀機 轉動的角度的Data 不難看得明白的 至於主程式呢 更加是非常簡單 按Case 轉換去不同的指程式 當然啦 這個程式裡面呢 還有很多細節呢 我這一刻是看不明白的 但是不妨呢 一邊收割一邊慢慢學習 雖然呢 這次呢 都只是一個組裝套件的分享 但我認為大家千萬不能看上一次 組裝模型或者組裝套件的經驗 因為這些套件 或者叫做半成分 都是人家經過設計 和製作 是相當得出來的一個方案 就以今次我砌這隻四足機器為例 其實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譬如 它每件三尼彈的部件 和我之前所設計的 有什麼不同呢 它會不會有優勝之處 我其實都可以在當中 找到很多學習的重點 如果夾著陀機的支架 原來斜斜地 都有個特別功用的 再加上我看下載的編程結構 又令我學習到更多有關Arduino的編程方法 那不是更加能夠幫到我 之後去設計和製作自己的產品嗎 所以如果大家都希望 像我這樣 透過棲模型或者組裝套件 去提升自己在Steam方面的動手能力 去真正正正成為一個Maker 以後要多點留意卡路斯的影片 因為未來我都會購買大量這些類型的套件 當中包含人工智能 ROS機械等等的套件 各種方案我都會嘗試一下 如果你都想跟著我的部分 學多些有關這些方面的知識 記得留意我的影片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